市議員鄭宇恩為了駐菜農購買高麗菜送往共餐據點 而今天則是三隻新莊里的共餐時間 里長也希望里民多吃一些高麗菜 藉此為高麗菜農盡一份心理 近來高麗菜價下跌 為了要幫助菜農不少團體認購協助 市議員鄭宇恩更是買高麗菜送往服務區內的共餐據點 今天是三隻新莊里的共餐時間 可以見到志工媽媽們換上標準的服裝 切菜拌料製作水餃餡料 準備要來變換菜色包水餃 也為幫助高麗菜農盡一份心理 因為我們南部高麗菜生產過剩 議員幫忙促銷 來包水餃 有這裡阿嬤 很多都來倒包 包的速度也很快 包的還不錯 希望我們的鄉親 埔製快把南部收到埔製 整個我們農民的收入 高麗菜價格下跌 來自銷許多的團體認購 不過若是沒有將高麗菜多元應用做不同的變化 也擔心老人家會吃膩 於是志工媽媽們就變化成餃子 有肉 有菜 有澱粉 照顧長輩 營養均衡 另外今天的共餐現場 來自新北仁愛獅子會的成員也送上加菜金 並且同樂一起來包水餃 我今天是帶領我們那個三零零密萬區 新北市人愛獅子會 所有的獅姊們 一起來新莊 新莊禮來關懷那個老人的生活舉君 我們大家一起來互相提取 鼓勵老人 大家出來到活動裡面 跟大家一起來這個活動 然後增加一個觀察 一下子的時間超過兩千顆的水餃就包好 志工媽媽們隨即將包好的水餃下滾水煮熟 在今年的共餐活動中 除了充滿一起包餃子的趣味 還有滿滿的安心 里長也期待大家一起來幫助菜農 多吃高麗菜 讓菜農可以度過整一個菜量過剩的寒冬 起腳料品函三隻採訪報導